佐助叛逃后 木叶的门室们发现了昏迷的响应 他们问清了事情原委 马上把佐助叛逃的消息向钢手做了禀报 钢手随即召见陆安 给他下达了他身为中人以来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让他把佐助给追回来 由于木叶刚经历过战争 村里的大部分上人都出村执行任务去了 所以钢手给陆安30分钟时间 叫他召集几个优秀的下人 然后马上出发去追佐助 陆安第一个找的自然是名人 第二个是自己的好兄弟丁刺 名人还有些瞧不上丁刺 可陆安说丁刺实力很强 随后陆安又碰到了牙和宁刺 五人小队召集完毕 陆安先制定了简单的作战计划 由牙和赤丸在前面开路 依靠他们灵敏的嗅觉负责追踪佐助 在他们身后的是陆安 他可以通过牙的反馈信息来更好的指挥小队 爆发性最强的名人居中 可以前后照应 第四位的是丁刺 虽然丁刺速度一般但最有力量 可以给敌人致命一击 断后的是名刺 可以利用他的白眼来警戒小队的身后 小队出发前 小阴赶来和名人婆婆妈妈的说了一大堆 名人说自己一定会把佐助带回来的 这是他们一生的约定 远方的大蛇丸为了早日霸占佐助 给四人众下达了路上 就叫佐助进入转生仪式的命令 所以路上的佐助被四人众装进了头目 即将进入昼印二状态 可这毕竟是木叶的地盘 对四人众来说是危机重重 他们在返回的途中和玄间 静英等人发生了遭遇战 四人众依靠着昼印外挂才堪堪获胜 玄间等人短时间失去了战斗力 名人他们距离四人众也越来越近 然而却遭遇了四人众布置的各种陷阱 好在路完见多识广才算躲过一劫 之后宁次用白眼观察了一番 发现四人众正在气喘吁吁地休息 于是路完分兵派将开始行动 然而一则四人众也不是吃素的 二则路完他们对四人众的能力毫不知情 导致计划失败 路完小队被四人众众的次郎方困到了小黑屋里 小队就这样被活埋了 针对眼前这个土拨 路完他们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办法 牙盒吃完用牙通牙乱撞了一通 看似普通的墙壁又慢慢恢复了 宁次用白眼看了一下 这墙壁果然有猫腻 能不断地吸走查克拉 此时次郎方的双手正按在墙壁上 不断地吸食着查克拉 名人他们立刻感觉身体被掏空 这么下去迟早全军覆没 这时候沉默好久的路完突然对着外面喊起的话 说他们不再追左柱的球放过 要是实在不行只把自己放出去也行 牙一听就急眼了 路完这不是出卖队友吗 外面的次郎方开始大笑 还讥讽路完 木叶忍者难道就这点觉悟 名人比牙还急躁 直接说自己看走眼了 叫路完滚出去 路完没搭理名人和牙 蹲在地上开始思考 看着路完 丁次一直没说话 表情变得严肃 之后就开始疯狂地吃零食 牙和名人说这家伙果然是个吃货 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过了一会儿路完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让牙再尝试着攻击下宁次背后的墙壁 牙虽然有怨言但还是照做了 路完又让宁次做了个标记 接下来让丁次做好干活的准备 宁人还处于懵逼状态 宁次看不下去了 开始解说 这个墙壁上有查克拉的流动 所以才能修复被牙打出来的缺口 但是有的地方修复快 有的地方修复慢 修复慢的地方分布的查克拉相对就薄弱 路完刚才说话就是为了确定敌人的位置 以此来寻找距离敌人最远的点 那个点应该就是查克拉最薄弱的点 这下名人和牙才明白路完的苦心 作为路完的老搭档 丁次虽然不懂路完的具体想法 但早就做好了准备 路完一声令下 丁次使用背话之术 朝着标记点就撞了过去 霹雳啪啦地摩擦了半天后 土国终于被撞破 一伙人才跑了出来 出来后他们才发现四人中 只剩下一个白胖子了 名人和牙就冲了上去 然而没几个回合 就被刺狼方揍了回来 刺狼方还准备顾忌虫诗响 再用土国把他们困起来 丁次赶紧用肉蛋战车化解了他的人数 然后小队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由路完和丁次留下来牵制刺狼方 其余三人继续去追佐助 然而会议还没结束 刺狼方的攻击就到了 路完的影子模仿术也被刺狼方轻易化解 随后他又举起一座小土山 下得五小强东躲西藏 可小土山落地后 他们发现刺狼方不见了 一愣神的功夫 刺狼方就从土里钻出来抓住了路完 然后边嘲讽路完边把他扔了出去 好在丁次自我充气后接住了路完 而刺狼方一直在口吐芬芳 说路完小队都是废物 最废物的就是队长路完 正当名人想冲上去拼命的时候 丁次站出来要独自解决这家伙 然后把冰凉丸给了路完 说自己还有秘密武器 刺狼方没耐心看他们婆婆妈妈 直接冲了过来 丁次掏出来三个颜色各异的丸子 吃了一颗绿色的后 实力大增 只身就挡住了刺狼方 还不忘告诉路完他们快去追佐助 路完虽不想走 但丁次说得有理 再不追的话佐助就走远了 只能有些担心地带着名人等人先行离开 还叮嘱丁次一定要追上来 这之后就是丁次和刺狼方之间的相铺游戏了 丁次一个过肩摔把刺狼方扔了出去 此时已经出发的路完给名人 他们解释了下丁次的秘密武器 原来三色丸是秋道一族代代相传的秘养 每颗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吃完后就会获得爆发性的力量 然而是要三分多 药效越大副作用越强 丁次刚才吃的是威力最弱的绿色药丸 但他已经感觉身体剧烈疼痛 为了早点解决刺狼方 丁次把苦物绑到了身上 再次用出肉蛋战车冲了过去 刺狼方赶紧施树造了个土墙 小小土墙怎么能抵挡现在的丁次 直接就被撞个粉碎 刺狼方也被苦无渣的一身伤 正当丁次以为搞定的时候 刺狼方的外挂启动了 开启了周应模式 一掌拍到了丁次身上 丁次直接像漏气一样飞了出去 接下来刺狼方改不了嘴臭的毛病 又对着丁次一顿嘲讽 说他是被队友丢弃的废物 然后又把丁次抱垂了一顿 倒在地上的丁次想着一直以来 别人确实一直看不起他 把他当废物看 只有路完一直了解他 相信他 支持他 正是因为了解丁次 路完才会同意叫丁次一个人对付刺狼方 为了对得起路完的信任 同时也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丁次缓缓地站了起来 吃下了第二颗黄色的药丸 瞬间全身充满了力量 部分被画树把刺狼方打了一六果 接着一串被画树连招把刺狼方压到了地上 此时的刺狼方虽然是骤硬状态 但用尽浑身力气也站不起来 然而突然刺狼方皮肤颜色加深 眼貌金光 一下就把被画树状态的丁次扔了出去 他已经开启了周应二状态 还扬言自己比刚才强了十倍 他走过去把身体剧痛的丁次一顿捶 还吸收了丁次仅有的查克拉 最后还把丁次仅剩的一块薯片给吃了 丁次现在不光没查克拉 连最后一口吃的也被抢了 情况危急到了极点 赶紧开启回忆杀 小时候大家不仅嫌他笨 还说秋道一族都是肥猪 没人愿意跟他玩 只有路完一直拿他当朋友 为了不辜负路完的信任 即使是死他也要解决掉刺狼方 于是丁次一咬牙 吃掉了最后一颗红色的药丸 刺狼方也决定给丁次最后一击 然而一拳过后 丁次踪迹不见 反而出现了大量的蝴蝶 而出现在刺狼方身后的丁次 也长出了蝴蝶翅膀 整个人也变成了精神小伙 这时候的丁次成了猪鹿蝶中真正的蝶 他单手就接住了刺狼方的重击 随后一轴把刺狼方打飞 刚才那一拳是为了报复你 抢走我最后一口食物的 然后这一拳是为了回敬 你骂我是被人嫌弃的肥猪 说完两句后 丁次把所有的查克拉凝聚在右手上 这最后一拳是因为你侮辱了我的好朋友 刺狼方意识到了危险 嘴里喊着等等 别冲动 然而丁次的拳头已经落下 刺狼方当场去世 地面还被砸出来个巨大的深坑 这一拳过后 丁次也筋疲力尽地躺到了地上 然而想到陆安还在等着自己 丁次还是艰难地爬了起来 这时一只蝴蝶突然出现 他按照蝴蝶的指引来到了一棵树前 树上有录完他们给丁次留下的记号 上面写着 快点来呀 大家都在等着你 看完后丁次热泪盈眶 他终于交到了朋友 然而最终丁次还是因为体力耗尽倒了下去